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突然间接线的时候接错 她刚才还在打哈欠 打哈欠打到一半的开始 知道很慌乱的继续 你也在打哈欠 我被你传染了啊 因为我是共感人 你看我有没有接主题接得很顺 你也接得太顺了吧 完全没这样ray过 我们今天要聊共感人 什么是共感人呢 共是共同的共 感受的感 共同感受 所以是跟你共患难吗 这样的人他会感受到别人细微能量 会受到别人的能量影响 感知到别人的念头 感受或情绪心情 这样是通灵吧 感受到别人的念头 对啊 是真的 所以共感人的直觉很强 他会知道一些别人 无从得知的事情 像是什么叫做感受到别人的能量呢 跟情绪那些 有点像是在我动物沟通的时候 我可以感知到动物的身体的感受 跟他的情绪 哦 就像你说你会感受到 他右边身体重重的 或者是脚踝酸痛 对 或是牙齿不舒服 牙齦不舒服之类的 哦 就是这是一种共感 所以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吗 不是耶 共感人是特别的一群人 有点跟高敏人有点像 啊 所以共感人跟高敏人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耶 但是是会有很大一部分是重叠的 好像是目前我看到的资料是说 他跟高敏感人的一些特质很相似 而且共感人也有一个特征 就是他通常都是高敏感 因为可以想象嘛 就是这么感知力这么强烈 这么敏锐的人 他的敏感度也会比较强 像有一次我去找我姐姐 我的姐姐跟外申女 从大楼里面走出来迎接我们 我一靠近他们的时候 我要开口讲话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我喉咙卡住了 啊 所以该不会他们有人喉咙卡住吧 没错 就是我的外申女 哦 烧虾 对 他烧虾 哇 然后我马上就烧虾耶 然后我就那时候我觉得 好惨喔 我那时候觉得好奇怪 因为我没有感冒 可是我突然就讲不出声音来 结果是我的外申女 我姐姐就说啊 小朋友喉咙痛这样子 天哪 然后你就烧虾 我就烧虾了 可是过一下子 我知道那不是我的症状之后就好了 好神奇喔 可是这样会不会你随便经过一个人身边 然后他譬如说脚痛你也脚痛 是啊 其实共感人会常常感染到别人 不管身上是正能量或负能量 或者是好的症状或不好症状都会感受到 其实蛮累的吧 听起来很累啊 因为如果是这些 我觉得光要处理自己的事情就已经够烦了耶 还有感受别人的而且好像自己也没办法筛选 他有办法筛选吗 我想要感受别人的智慧 不太行 不太行 就是可能智慧跟智障都会有 哦 好 政府还是一样 那共感人他跟高敏人的特质有相似吗 他们都很需要长时间独处 所以有点无法融入群体 而且很怕吵 喜欢安静 然后会很敏感 甚至有点过敏症状 你说过敏是鼻塞打喷嚏这种过敏症状 对 还是过度敏感的症状 生理跟心理的过敏 听起来好累哦 你什么时候开始发现你有这个共感的能力 应该 它可以算一种能力吗 还是 嗯 我觉得像一种超能力有没有 有吗 虽然我没有很想要这个超能力 如果我没有办法感应到别人的聪明智慧的话 可以感应到啊 但是同样可以感应到一些别的东西啊 就是别人脑袋以后装有那种智障之类的想法 都可以 天哪那我的想法不就被你看光了 所以有时候你没有发现 你没有说而且你在隐藏 可是我都知道你在想什么 对有时候我可能话题跳很快的时候 我就说哎我最近在想 他就说哦我知道你在讲什么 很神奇 所以我跟乔安娜 其实不需要把事情来龙去脉 讲得很清楚 刚好我也很讨厌跟人家解释事情 我觉得我有助长了说书人 讨厌笨蛋这个缺点 我在上课的时候是极度有耐性的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像我也很少跟朋友讲出心理的想法 或者是最近遇到的困难 因为我觉得还要再从头解释一次很麻烦 所以我不太不太讲 朋友会觉得说我好像什么事都不讲 你是因为怕麻烦吗 我真的是因为觉得讲很懒惰 除非那件事情我超生气 就像我最近到处找人 complain我那个买房子的代销小姐 哈哈哈 因为我实在太愤怒了 说书人最近吃憋了 真的很生气那真的太急测了 那总的言之就是这样 那个要从头讲可能要讲一集 整集都要抱怨 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愤怒过了 愤怒到我最近就是终于有感受到胸口痛痛的感觉 我跟说书人说啊上火啦 真的耶 可是我以前再怎么上火都没有这样心脏不舒服过 还是年纪到了 就怒火中烧啊 可见有多怒 那小姐真的太急了 假抗之类的吧 有可能 好 所以其实我有时候会有点懒得跟朋友在从头解释 但刚好乔安娜她都可以读心术 对可是你没有觉得有点困扰吗 有时候你不想让我知道的我也感受到了 不会啊 不会啊我没有什么不能让你知道的 有啊有啊有一阵子你就是明明 有点像是在逃避某件事情不想去面对 不想告诉我说你其实心里的想法是什么 可是我一直戳你 我就一直跟你说 有这种事吗 有我就跟你说 我遗忘了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明明就是想做这件事情 可是因为你不想跟我讲说 你不想违逆我的意思 有吗什么事啊 我现在没有在装傻耶我真的不知道什么事耶 什么事啊 有一阵子有一位补教这个领域的前辈 一直要说书人去做一些无偿 没有薪水的事情 你说那个 但是我一直后来就跟说书人说 这个人只是在画大饼 在利用你而已 他没有真的要给你什么 什么未来啊 什么前景啊 他没有要为我的未来负责 对对他就只是在利用你而已 真的 但是说书人那时候不想面对这件事情 就觉得说不定年轻人吃点亏还是很有机会的 靠腰的根本没有 干 我就跟说书人说我没有觉得这个人 奉劝广大的年轻人 干不要再为了这些画大饼的前辈们吃别 对不要相信他 可是我觉得有一点某种心态是因为你有一点 基于想要成功 有一点贪 就是你贪图他一些事情 所以你就被他咬住了 对啊人就是互相利用 那那一阵子你就不想要告诉我吗 我又不想告诉你吗 有有有 你不想告诉我 其实你还是想要为他做事情 因为我是 哦我觉得我那时候应该是很纠结 对 所以也没有不想跟你讲 而只是我的情绪很纠结 对但是都被我感受出来 我就说 那很好我就不用解释 我这样子哦 对其实我觉得还不错 可是我那时候就觉得你好讨厌 哈哈哈哈 乔安娜常常常都觉得我很讨厌 各位不要一阿一 她一个礼拜以后大概会有三四次 就这样讲 你真的很讨厌 然后我就会说 哦是哦 我就觉得大家好呆哦 就是怎么这么明显的事情看不出来 然后还在那边纠结 然后又不跟我讲白 我觉得很多人都很善良啊 谁知道对不对 我是相信人性本善的人 好吧 结果发现这世界上坏人很多 对啊 这很急着 那我也到共感人 就是共感人他们的神经很活跃 他接收讯息比一般人还要深刻 就是你一般人会觉得你是五根手指在感知某样物品 可是共感人会觉得他是五十根手指在感受同样物品 这是超级多指正吗 就是就是有一个作者跟精神科医师 美国人他叫Judice Orlov 他的书里面就形容共感人是超级反应器 听起来好累啊 真的蛮累的 所以你可以理解为什么我常常很累吗 还是不能理解 我觉得你花很多时间在睡觉 然后清醒的时间是很少的 那你就会在喊很累 可是我感受到的东西比你多出很多东西 可是你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啊 你知道感受什么 没有 我在家里也可以感受啊 好 知道 你可以抱一下乐透号码吗 这个精神科医师 有两本书我很推荐 第一本是神奇的第二视觉 那个里面有点像他的自传 讲他从小到大 他发现自己的一些很不一样 跟一般人不一样的感知能力 然后他的家人可能一开始 没有很认同他这个能力 或者是有点像是否认跟 不想要承认他有这个能力 所以他就有一种觉得很孤单吧 我觉得共感人可能从小到大 都会有这个很孤单的感觉 因为他们感知到的东西 常常被人家说你想太多 哦 很有可能哦 很有可能 对啊 因为他们别人感受不到的 他们都感受到了 因为别人感受不到 觉得很多马瓜 他们就会觉得这些人想太多 对 然后如果你常常被否定 你就会也不相信自己 所以我那时候看他的书的时候 我真的有一种 被疗愈或是被理解的感觉 对 很深刻的被理解的感受 共感人是不是要组一个 共感人那种同理会 哦 有啊 联书社团上面 有一个共感人的社团 哦 真的哦 我觉得这蛮重要的耶 就是你们要有一群人是可以真的彼此互相理解自己的苦恼 不然有可能你们的另外一半都不是共感人啊 是啊 像我就是一个迟钝人 哎 那我这样我是不是应该要组一个迟钝人的自救 反应慢慢排 很失业 很好笑 有一个说书的朋友说 因为说书的那个朋友的伴侣刚好也是母羊座 说书的那个朋友就说 哎 我们应该要组一个牡羊人伴侣的自救会 哈哈 因为对方呢超暴怒的 哎 我没有吧 哈哈 但是反应是真的蛮慢的 然后真的 就是迟钝又暴怒 嘿嘿 听起来你知道 哈哈 这牡羊座的人可是在世界上十二分之一耶 对啊 你小心一点 好啦好啦 搞不好 可是我遇到牡羊座的人好像大家都会承认自己很暴怒 嗯 真的 大部分 很少遇过暴怒的牡羊座 我没有遇过有耐心的牡羊座 他不一定会暴怒 但他一定没耐心 他一定没耐心是不是 对 他只是没耐心的方式不一定是用暴怒来展现 那个精神科医师Judice 他里面举出的例子是 像他要接Case嘛 他是有点像是也会接心理諮商 他在接这个Case之前 他会先得知这个病患的名字 他没有见过这个人 但他感受那个名字 然后他就会得到关于这个病患的一些资讯感 这个真的是通灵 这为什么跟我之前去找通灵老师的感觉 有点像是不是 对 他就可以判断说这个Case到底适不适合他 他不一定是很确切的资讯 这样是不是很耗费自己的体力 能量 非常啊 非常 所以我不喜欢做这个事情 就感觉你在接线然后 就感觉你在接线然后 对对对对对 所以做这个事情其实真的蛮耗能的 嗯嗯嗯 感觉很适合帮你搭个小帐篷然后放个水晶球 他不用水晶球啊 他不需要任何东西 水晶球只是一个看起来好像真的有 对对对有什么很厉害的法术之类 哦 有有有 有一些这样子的人 为了不被人家觉得说是恐怖的人 他会透过一些什么塔罗啊 但其他根本不是靠塔罗 他不需要 他不需要 他只要感受就好了 哇 哈哈 对 我可是我相信就是敏锐程度还是有差 或者是他感知的类别也有差 等一下会介绍类别 那有没有共感人还有类别哦 有啊 有啊 Judice她还有另外一本书 最近在应该说从去年到今年很多讨论 在台湾叫做共感人完全自救手册 这本书名很可爱 就是我们真的很需要自救 笑死我 就是不被了解 然后又很孤单 就很像是什么受害者自救 有像吧 就这一群人就是很需要自己救自己 那你知道他的比例在占多少吗? 共感人 我不知道耶 但是我想不会太多吧 哦 了解 可能这个数值也会比想象中的还要低吧 哦 是不是 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有这个能力 或者是没有练习 我以为他输以后会有写个百分比多少 我忘记了 数定有啊 嗯 共感人有哪些分类呢? 有些人可以感受到别人身体的症状或是情绪感受 像你就是属于这种吗? 嗯 有就是身体的感受 身体共感人 然后也有情绪共感人 有些人特别容易感受到别人的情绪 这不一定是有一个就没另外一个的 就是有些人是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三个都有 不只有三个 好惨啊 然后或者是直觉共感人 像是有很强的直觉的共感人 像是会做一些未来的预知梦 就是 可是你也有这个能力吗? 对啊 可是你从来没有梦过 零下只要在梦一口号码出现 你就跟我讲 那也只有一个吧 那会有很多个吗? 就把那一组号码夹搭配其他一群包拍 有些甚至不是做梦哦 有些人是可能清醒的就可以预知未来 那也有植物共感人 可以跟植物沟通 你不是也可以吗? 对啊 乔纳有一次我打电话给他 过年时间 我问他说 咦你在干什么? 他说不要 我不要告诉你 你会笑我 我说没关系啊 你就跟我讲 我不会怎么样 他就说 我在跟桂花聊天 然后接下来我就大笑了 对他就大笑了 哈哈哈哈 有够没礼貌的 哈哈哈哈 我就说 我就知道你会笑我 哈哈哈哈 到底是谁会大过年 在那边跟桂花聊天 哈哈哈哈 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实在是真的太 荒谬了 因为那时候他刚开始学动物沟通 我不知道动物沟通也可以跟植物沟通 可以啊 就孙悟老师而言 他们的类别是不一样 哈哈哈哈 因为是植物节跟动物节 就是试试看嘛 然后就通上了 真的太生气了 后来害我都不敢乱折花草 哈哈哈哈哈哈 有一点耶 真的 所以除了植物动物之外 这种直觉还可以感受在什么吗? 一些非实体的灵 就是跟灵沟通 可以理解吧 像是过世的动物也是可以沟通啊 我们后面也问一下 灵跟鬼是一样的概念吗? 嗯 是吧 只是我们可能觉得 不同的名词 对不对 哦 就是非实体的存有啊 嗯 了解 然后有些人是 上述皆是 全部都可以感知得到 可以想象很累吧 毕竟这世界上有这么多东西 台湾人口密度跟物质密度都那么高 哦 对 所以这类的共感人通常也会比较喜欢住在乡村 比较不喜欢住在都市 因为都市就是可能 太多人嘛 然后太多干扰 就会觉得一直能量场受到干扰 是 太靠近太多人了 这样一直感受到 哎 所以可以经过一个人旁边就说 哦 他最近性格不好哦 或者是经过这人旁边就说 哦 他刚刚赚了一百万哦 其实很多人都如果经过训练都可以有这个感受能力耶 真的哦 所以不一定要共感人吗 还是共感人才可以 我觉得好像 因为我就是共感人 但是很困难 嗯 对 通常就是开了就会 一直受干扰 受干扰 那关就是关 就是 你就把自己的感知降到最低 嗯 嗯 但是 我以前小时候有一阵日子也是选择关闭 就是不喜欢自己总是感觉到或者是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哦 嗯 我一直很庆幸我没有这种能力 这真的我觉得我最棒的就是没有这个能力 不然 真的会觉得很受影响 而且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过说 什么鬼片以后七成都是真的之后 我再也不看鬼片 哈哈哈哈 吓死 我也不看耶 我也不看 吓死 我以前有一个朋友 他有一个 就是脸是这种看得到的能力 他是看得到的能力 他是真的就是通灵吗 我不确定 可是 他的体质真的算蛮特别 他是个很特别的人 哎 他也是天蝎座的耶 是不是都天蝎座 比较会有这一种 就是 灵异体质或者是那种灵媒的那种感觉 我不知道我用这个词下 就是我不是贬义 我只是说 就我觉得天蝎座的朋友 我好像身边认识天蝎座的朋友 都对塔罗牌 或者是对 学这些 嗯 譬如说不管动物沟通还什么 会比较有兴趣 然后反正我那个朋友他就是看得到 然后我就会告诉他说 千万不要跟我说你看到的什么 因为我常常半夜在他回家 我们工作的关系啊 所以我常常会半夜在他回家 我就很怕他盯着某个角落看的时候 然后跟我说 诶那边阿婆要过马路 干 我很害怕 说阿婆你看 你有看到吗 诶那个阿婆 干 是真的有阿婆吧 没有 没有 没有啦 我是说我很怕他这样跟我说 所以我都会跟他讲 不管你看到什么 都不要跟我说 所以他也很配合 但是他有时候就是会看着某一个角落 不讲话 那我就会觉得很鸡皮疙瘩 我就拼命狂讲话 哈哈哈哈 你有讲你们有一次 三个人在车上 哈哈哈哈 这是有一点 我们那时候 因为我们开会的地点在土城 土城 玉民路那边 呃 我那时候开车都会在 就是我刚刚说 我灵异体质的老师回家 他住回龙 但我家在板桥 所以等于说 我是绕过到回龙之后 再会到板桥 那因为我想说 那时候我们开完会 大概都一两点 对很神经病的行业吧 一个礼拜会有一两天这样子 现在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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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那时候开车再回去 同一天那天 有一个物理老师 他也要顺便搭我的车 我们都住板桥 所以我就跟那个物理老师 那男老师讲说 诶我们现在 这个老师回家 那我们再回到板桥 他就说好 我们就沿着那个新装 IKEA后面那个合体 但不是在IKEA后面那一段 反正就是合体 类似那样的路 在开 我跟那个物理老师 聊得超级尽心 我们两个哈哈 大家笑 整个车子以后都是欢闹声 就突然间 那通灵的老师 他就突然间默默的对我们讲说 两位老师 你们有看到吗 我们两个背脊整个凉起来 因为我们两个都知道 他有特殊体质 他的职业不是通灵 但他就是 他是 就是教国文科的老师 可是 就是 我们那时候听他上架的时候 我们两个整个背脊 我这辈子第一次感受到 也是目前唯一一次 就整个背脊发凉 僵持起来的感觉 有啦有啦 没有没有 就是那一次 真的有够强烈 然后整个僵持到头皮发麻 然后他就说 两位老师 你们有看到吗 我们两个就完全没讲话 已经僵持住了 前面红灯 我就默默的踩下刹车 停住之后 我们两个一直在喘气 所以我们两个一起回头 骂他 他坐后座 我们就说 跟你讲话可以大声一点吗 跟你讲话可以不要那么慢吗 吓死了可以快一点 不要停顿了 你停顿点很奇怪 他就说 我没有 我怕你们两个聊得很开心 我吵到你们 干嘛吓死了 而且我有点愚言 被我们两个臭骂一顿 吓死了 干我真的吓死 真的吓死了 昏黄灯光环河路 吓死了 对 所以我这辈子还是没看到 但是我看到红灯 你靠腰 真的在北南 你们是看不到的 我不想 其实我没有很想 可是我后来好像可以感受到 就是有一些地方 的确进去的时候 就会觉得 不舒服吗 直觉就是不舒服 对 那我就心想要就是 连我这个麻瓜都会觉得不舒服了 而且还很有产意 对 泡浴盐 因为盐也是 清理能量很 很有效的方法 另外一个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要练习冥想跟进行 因为冥想跟进行的过程 它就是在 清理你的能量 把不是自己的 离开你的身体 哇 可是这真的好难哦 你说什么很难 要分辨 要分辨是我的不是我的 哦 对 但是在静坐的过程中 你其实也不需要分辨 你就会慢慢的 比较干净 到底平常有多误会 就是你会很自然 只要你进坐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你的能量就会慢慢的梳理 整起来了 而且你的觉察力会提升 听起来不错 嗯 所以我觉得冥想跟进行真的 不管是不是共感人 都可以感受到 静坐之后 身心的平衡 嗯 那觉察力提升之后 就会越来越分的清楚 什么是你的 什么是别人的 也就是人我分界 因为共感人有一个 通病吗 要说是通病 或者是说一个特质 他会真的感同身受别人的痛苦 那会想要帮助别人吗 会啊 可是有时候不一定 我们自己可以帮啊 有那个能力可以帮 对 但是因为他已经感受到 别人的痛苦了 他那种急切感 就会很想要帮别人 很想要拉别人一把 或者是很想要让别人 脱离那个状态 那你们如果当社工 或者什么五国界医师 不就很崩溃 我觉得会耶 就是所以需要一些技巧 需要一些练习 不然就会真的会忧郁症吧 嗯 会有无力感 非常强的无力感 对 那是一种很内耗的 你就会一直把 有点那种感觉 很像是你把别人的问题 扛在你的肩膀上 但其实自己 不一定有能力可以去消耗 因为实际上能解决问题的 也不是共感人啊 而是那个暗主 你知道 苦主 对这个苦主 就像是你那一阵子一直被那个 哦 那个前辈占便宜 我一直想要把你拉出来 可是你没有想要出来 嗯 的时候 其实我真的很内好 哦 那种很纠结 又很 那种无能为力的感受 应该是真的蛮痛苦的 对 但这种状况的时候 你就要 我就要分清楚说 什么是我的 什么是你的 那是我的业障 对那是你的业障 不是我的业障 然后我不用把你的业 背在我身上 但也蛮难的 因为我是你的另外一半 所以你就会觉得 你自己可以做一些什么 这种也是有一种 某种程度的自以为是吗 嗯哼 我觉得我看到的是对的 嗯 然后你做的是错的 所以我希望帮你变成对的 哦 但其实每个人都需要 从不同的经验中学习 需要从那个经验中学习 怎么样去判断跟看人 哦 真的不太看人很糟糕 用妈妈练习啊 就觉得她人都不错 就有点像是我帮你都看好了 那你是不是就没这个能力了 所以后交朋友的时候 我要先把朋友的名字 跟她的姓名 然后放在你桌上 然后你就感受一下 嗯这个可以 哦 这个很糟 哦 这个哦 这个是一个 哦 很贪心的人 呵呵呵 有啊 我之前不是就是 你跟我讲 你朋友怎么样 这是很神奇 我有时候 比如说认识一个朋友 或者是跟乔安娜 在叙述某一个人 那他就会说 我觉得这个人 还不错 我觉得这个人 他怎么样怎么样子 然后这些判断 后来都变成 就是是真的 而且我没有他的名字 对啊 好神奇 我不是用名字去感受的 嗯嗯 对 很神奇 所以共感人可以 告诉自己一段话 当你觉得你把别人的 问题或能量 背在自己身上的时候 你可以讲 一句话就是说 把我的还给我 把他的还给他 嗯 这个很重要 这句话有点像是咒语 他就会把这个能量 很清楚的分开来 有时候我甚至会观想 一把很大的剪刀 哦 就是 然后把那个人积积剪掉 没有啦 没有啦 那个是阿伯那一集的事情 不是这一集的事 就是想象用这个大剪刀 把我跟这个人中间 牵连的很多的能量剪断 嗯 这个观想我觉得也很有效 尤其是那种 签证啊 你知道吗 哦 所以他们都没有鸡鸡了 不是剪鸡鸡啦 哎呦 所以是剪别的东西就对了 是剪两个人之间的能量场 那个牵连 了解 顺便剪鸡鸡 没有这么 这么有仇吧 那另外一个方法是你可以 起来动一动 就真的把思绪从脑袋里面 先暂停 然后回到身体上面 我觉得瑜伽是一个蛮好的方式 因为你在练瑜伽的过程中 你就是回到你的身体 然后关注你的呼吸 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在调整你自己的细微体 什么是细微体呢 细微体就是 不是肉身之外的那些能量场 属于你自己的 范围大概是你的手臂打直 这边都会是你的能量场 所以练习把自己的能量场进空 我觉得有点像是不断的在校准你自己这个 罗盘或雷达 不然太多资讯的时候你就是会觉得很混乱 而且有点过载 哇那真的要练习蛮久的吧 我觉得人很容易被外在的东西又拉走 没错 而且有时候共感人一定也有自己状态不好的时候啊 是啊 那就更容易被一些很杂乱的能量纠结住 没错 其实共感人我觉得真的 很可怜 蛮辛苦的 真的听起来好累哦 突然觉得快乐的马光 在共感人完全自救手册里面也有介绍一些方法 怎么样可以保护你自己的能量场 那我觉得有一个很简单的可以练习的 就是在你处在一个你不是觉得那么舒服的环境的时候 比如说太吵 或者是人太多能量场很杂的时候 共感人可以学习开防护罩这个能力 怎么开 你去观想你的手臂张开的范围 或者是就把自己包在一个球里面的感觉 你可以想象这个球是光 或者是你甚至可以想象它是一个很柔韧的 但是很有韧性的材质 就是别人的能量进不来 然后你可以守住自己的能量场 这个开防护罩的功能 在你觉得已经很不舒服的时候 开了这个防护罩 你会感觉比较舒服 嗯 所以真的跟小时候看那种魔法世界很像 有没有 真的有一个防护罩 嗯 你有没有觉得 有 那你发现自己是共感人之后 你有很shock吗 或者是有知道怎么跟自己相处 有点如释重负的感觉 觉得自己很奇怪 对 就是你觉得自己很奇怪的那些点 终于都 得到一个解答 得到了一个解答 对 而且还发现不是只有你这样 你没有那么奇怪 没错 以前还不知道这些是什么的时候 比较像是 它好像不断的造成困扰 困扰哦 嗯 很困扰啊 这么感知到这么多 然后 然后别人感受不到 说你想太多 这些其实都很困扰 被否认了 对 嗯 感受到孤独 被否认感受到孤独 应该蛮对 蛮差的 对 但是知道了自己 原来这些是一种特质 就是本来觉得是负面的东西 可是终于你可以用一个比较中立 甚至正面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 那就不会觉得那么差了 对 而且还发现不是只有你 对 你就会比较接受说 我就是这个样子 我就是能感受到这些东西 接下来的问题就不是 就不会卡在说我要或不要的那种阶段 会比较像是 我是这样的人 那我要怎么样 让自己感觉到舒服 太吵的环境 或者是太杂的能量场 你就会避开 因为你知道你感受到的不是假的 嗯 有时候人家会觉得你很任性 老实说 比如说你就是不想要 太长的待在聚会的团体 可能每次你去聚会 然后你都会说我要提早走 那一般人可能会觉得说 来年少性 对 但你就是没有办法承受那么多的东西嘛 哦 哎我最近好像也会这样 可是我倒不是没有办法承受那么多东西 那是什么 累了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哦你是没时间 对对对 然后大家也会觉得说 啊你要走了 对 那可不可以约一个 就是你下次真的比较有空的时间 但没有这种时间 对 可是 就我不会有一整个下午都很有空跟你在那边聊天 即便我有 我可能也会想要回家打扫家里 或者是整理我东西 整理我该寄出去的东西 哦 嗯嗯嗯 有很多讲义啊之类的 有点像是你会希望自己可以 把时间留给自己嘛 对对对 就是个体人的性格 没错 最近越来越明显 不错啊 我觉得 这样懂得照顾自己蛮好的 就无意义的聚会 也不能说无意义 就是 闲聊 闲聊的聚会 或者是八卦 对 哦我真的超讨厌八卦 八卦能量场就不好 对我就觉得八卦能量场很杂 嗯 对 而且八卦很多都是 别人会加入他们自己的看法 那并不是真的很客观的东西 不是实际上发生的状况 对 所以我蛮讨厌八卦的 嗯 那知道自己是共感人之后 我也参加了脸书的社团 共感人社团 哦 好酷哦 里面都是共感人 对啊 然后大家就会讨论感受到的不同东西 甚至我们有约出来实体聚会 好炫哦 嗯 然后很有趣的 那就可以完全都不用讲话吗 大家互相就是在共感就好 嗯 嗯 然后就用共感回应他 你以为这是一种什么 邪教仪式 没有啊 哈哈哈哈 纯粹就是一个麻瓜脑海中 花式的想法 很好笑耶 哈哈哈 就整个聚会完全不用讲话 旁边店员以为有没有什么盲人 不是盲人 就是 英雅人士聚会 他们也会有手语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 我们 我们心电感应能力没有强到这种程度啦 哈哈哈哈 了解 所以还是要讲话就对 还是讲话的 我一直摸着彼此的肩膀就感受到你的头 哦真的啊 不能随便摸 摸到就会 不礼貌 哦 进入别人的能量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我常常在乱摸你也这样可以 哈哈哈哈 难怪你的能量场不用弄得很误会 就觉得有时候觉得讨厌讨厌 你的讨厌听起来很调情 哎没礼貌 就那种讨厌 不是那里啦是别的地方 哈哈哈哈 是这样的意思吧 你很歪而且 呵呵呵 呵呵呵 呵呵 应该是这样的概念吗 又歪了又歪了 又歪了 对共感人士感受到不好意思 哈哈哈 她们一定 哈哈哈哈 共感到的就是 就是术宿人真是个脏东西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拉桑米啊 真的 哈哈哈哈 不会啦不会啦 好 我们大家轻松一下 不然共感人真的压力太大 真的耶 共感人需要就是 笑一笑 麻瓜的另外一半 两个共感人相处在一起应该很累吧 我也不知道耶 还是就是真的都可以互相感应 互相了解吗 了解彼此的mall 我不知道耶 说不定有那种都是共感人的伴侣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有时候像是去某些咖啡店 或者是我就会挑位子 我就会说我要坐这里不要坐那里 然后我要面向这边不要面向那边 就不想看到人是不是 就是不一定是人的问题啦 就是有时候是方位啊光啊声音啊 就是各种 然后如果不是共感人的另外一半 可以体会吗 或者是可以理解吗 不一定啊 有一些说不定像我们这种不是共感人 你说什么我们都说 哦好吧那可能真的有怎么样 其实我们根本不一定知道有没有什么 哦 对但我们就会说 哦好吧那可能就是配合你 哦真的哦 对啊 你就是有配合我 就像那种Tony老师他就跟你讲 这里可以那里不行 这个东西可以 啊你觉得哦是是是老师说的是哦哦 啊你有感受到什么可能没有可是老师这样说还是不要做好 都相信都相信 不是啊 像麻瓜这样子也是不错的 就你们说的什么都是 因为我们有无从验证 也是啦 我觉得接受自己还蛮重要的 就是人生的旅程中走到的中段越来越觉得其实这个旅程是在越来越了解自己跟接受自己的过程 接受自己就是没有一些特质 比如说我没有你那么开朗或那么直接的特质 哦暴怒吗 我也没有很想要这个特质 但某些时候不太会吃亏还不错 对啊就是你有我没有的特质 可是我也不可能发展那些特质 因为那真的不是我 我有的我就是接纳他 嗯嗯 然后怎么跟这个特质相处 像是知道自己是共感人之后我也越来越相信自己感受到的一切 那这个世界真的会变得非常的有趣 甚至很美丽 就是会散步的时候跟树聊天啊 然后跟草聊天之类的 我突然在想牛顿当年是不是跟苹果聊天 然后苹果就掉下来砸他 对 因为讨厌他 他真的有可能 就这个人好丑哦 真的 哈哈哈 不过事实上是他应该是真的没有被苹果砸了 哦真的哦 应该就只是他举的例子 没有苹果 对他举的例子 有这种说法 但是谁知道 你知道 三百多年轻的事 对没有人知道 对啊 只有牛顿知道 搞不好他也是共感人 这地心一定是树高出他 苹果树高出他的 有可能 希望共感人都可以接纳自己跟找到舒服的方法 如果你是共感人的另外一半的话 你可以多跟他聊聊他的感受 有时候也会得到一些蛮有趣的答案 比如说跟桂花聊天嘛 类似 就是会有一些细腻的东西是我们感受不到的 那我觉得可以去同理这样子 特别的另外一半 不要让他觉得很孤单 谢谢你哦 你可以跟他说 哦这个蛮炫的 哈哈哈哈 为什么我都感受不到 或者是嗯 我也觉得你说的有可能是真的 但我就是可以再感受看看 就是此类的 就不要跟他讲说你想太多了 这就很像是有时候小朋友问太多问题了 爸妈回答他说不要问那么多 这对小朋友的感受也不是很好啊 是耶 对啊 那我们曾经都是小朋友过 应该都曾经这样被对待过 大概也可以同理共感人不被了解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真正同理共感人 可是至少我们不要去否认他们的感受 说得正好 不客气 希望你们喜欢这一集的内容 如果你也是共感人的话 欢迎丢我讯息 你可以丢到 脸书粉专拉拉手环游世界 乔安娜都会回复哦 谢谢你们的聆听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的话 欢迎到Apple Pocket上给我们评分 或留言 你的留言跟评分会是我们努力的最大动力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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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